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其实是在开价卖的 就是日本超市啊 还有一些卖比较开价的化妆品店 都有卖这个牌子 然后我有看到蛮多杂志都有说这个很好用 它是提取棕榈上面的一些什么精华吧 就是保湿啊 然后给那个你头发的纤维一些营养素之类的 就是样子也蛮可爱的 我还买了他们家的那一个清洗头皮的东西 那个还没用完 这个洗发的话 它也是就是不含硅啊 不含一些其他的那些化学原料 它味道是就是真的是比较难过的那种压热带的那种味道 我觉得味道还行 它洗发水用起来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跟一般好用的开价的不含硅洗发水是差不多的感受 护发素的话我就觉得稍微薄了一点 就是因为我头发是那种粗硬发 然后又染 就是经常染 所以那个就会比较干 然后比较色 它的话我觉得就是给一般头发没有太大问题的人用 我用的话我就觉得不是很够力 然后洗完可能因为我头发也是比较长嘛 所以它用完的话 发尾的话还是会有一点干 然后第二天起来梳头还是要用护发油 才会比较好梳比较有光泽 它自己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比较普通咯 但是如果你是头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人的话 我觉得用它还不错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护发素 这个是Loletta的头皮可用的护发素 它是可以直接上头皮的一个保湿类的护发素吧 但是我觉得跟它另外那一款 就是浅色的护发素比的话我比较喜欢浅色的一个 这个也是稍微轻薄一点 我觉得就是也是头发没有太大问题的人用 如果你是头发问题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干涩 比较毛躁的人的话用它我觉得也是 不是很够力 它这个价位它好像是我这边卖三十多四十块钱 五百磨吧五百磨的 我觉得还是买那个浅色的那套比较好用 还有它的洗发水也很好用 但是我觉得这一罐的话 我就觉得一般般 而且以它的价位来说很多开价 其实都有这个效果不一定需要买这么的贵 还有沐浴露 这个是墨尔我之前好像就说过了吧 墨尔的那一个Sugar Rose Tiger Lily 一个玫瑰味道的 其实它是也可以当洗手液也可以当沐浴露 因为我不用洗手液 所以我就是当沐浴露在用 它有350ml我差不多用了 两三个月吧 太精用了 因为我是用那个起泡网 先起泡嘛 所以就等于更少 它味道还不错 然后有一点点滋润度 就是洗完不会说特别干的那种 然后也洗得干净 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我买好像才十来块钱能买的吧 其实算便宜的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如果你可以遇到好折扣的话 我觉得还挺值得适的 墨家的东西我还蛮喜欢的 我现在在用他们的那个 BuySol的味道也不错 他们家的味道真的是做得还不错 接下来是一个身体磨砂 那个House of Rose的Old Baby 我买的是玫瑰味 它也是用空空了 你看都空掉了 它是350克的吧 哇哩大概还是好香好香的玫瑰味 它的那个玫瑰味就是 很典型日系牌子会出的香味 人工的来就很好闻的味道 就是你想象中玫瑰的味道 就是这一个 然后它的那个盐呢 你搓开以后是会有一点点热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个感受 而且它的那个颗类算是 还算细吧 但是你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它就是高体里面不要进水 它进了水以后它上面一层都会是湿的 就是都会变成水 然后那个盐会溶掉 然后底下那一层就会变很干很干 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它350克我也是用了 两三个月吧 其实我觉得还算蛮精用的 而且使用感也不错 它出其他味道我还是会就是有 空档还是会买它们家 这个 我这边买不算便宜 但是国内买的话 这个应该还OK吧 我觉得还不错 接下来 发膜 我这种 你知道消耗品就真的用得很快 这个是叫 Argadia Argan Oil with Caratine Protein 它是长这样子的 也是类似于比较开架的一个 moisture mask 一个发膜 它是有anti-color 就是一个护色 然后深层修护啦 还有强韧啦 然后保护你头发 然后还有加一个光泽度 说的就是很诱人 有没有 然后他说他有加那个角蛋白 它就是一个 角蛋白就是一个 就是可以促进你头发的蛋白生成 之类的那种东西吧 就是反正是对头发好的 但是我真的超级不喜欢这一个 真的是 这叫什么 自己买东西 撕也要用完的那种心情 它是那种 很厚很厚的白色的质地 就是你挖都很难挖 就需要用挖勺割断 而且它是会有点 拉丝的感觉 就很黏 然后很 怎么说呢 很厚 然后你 涂也是 就是涂起来也是挺麻烦 就是它很难涂顺 因为我都是洗澡的时候 用完要洗发水 上这种的话 我都会就是 用这个膏体弄顺我的头发 然后弄成 头发是过得了 梳得通了那种感觉 然后它就是很难很难弄顺 而且那个膏体实在太厚 而且我觉得它可能是需要非常长时间敷吧 它是没有说要用多久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要 可能你在浴室待一个十来分钟二十分钟这一种 它才能真正的吸收进你的头发 因为我用法膜的话 我也跟平常用护发素是一个程序 就是用完以后直接上沐浴露 洗完沐浴露 洗完全身 然后再把这个头发洗掉 可能也就五分钟的样子 所以它那个效果不是很好 而且我觉得整一罐用下来 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就算它不是很贵 我觉得也不是很值得 所以大家不要买这个 我用光了两个卸妆 这个是Lancum的那个眼唇屑 这个就固定消耗啊 我真的每次去Outline都要囤的一个东西 超级好用 然后是一个Nutrachina的Oil Free Eye Maker Remover 这个是很多欧美的博主啊 还有很多就是在欧美这边的人 都会说这个好用的一个眼唇卸妆液 这个其实很便宜 大概是五六七块钱吧 超时就能买到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 它很油 而且它这个开罐呢 是这种广口的 真的就很难控制 我就超级不喜欢这种广口的 因为你像Lancum那种是小口 就是你多到都不会 就是你知道撒 这个就很容易撒出来 而且它也真的是很油 很忽眼睛 就是能买卖单人 千万不要买这个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不是很值得买 而且用起来整一个 都不是很舒服 而且它的那个卸妆液 我觉得也就 一般般吧 没有说非常非常强 所以它跟卖单的话 我肯定是会买卖单 虽然我们这边买卖单不是很便宜 但是我回国的话肯定会囤卖单 肯定不会再入这个 Nutratina这一个了 接下来是 大红东西都好乱呀怎么办 这个是卸妆油 这个是卸妆油 Bossia的Makeup Breakup Cool Cleansing Oil 就是它最原始的那个系列 绿色的那一个 我这个是50ml的 然后我都是带出去玩的时候用完的 它是绿色的油状 浅绿色 比较偏厚的那种吧 就不是那种很清透的那一种 它我用起来还真的蛮喜欢的 就是如果以后有空档的话 我肯定会入正装 可能会试一下 他们家其他系列的那些的正装吧 这个我是很喜欢很喜欢 它是在美国的Sephora卖 然后也不算贵 就是跟国内Fanko 应该差不多价钱吧 就是Fanko的北美线嘛 然后它是做就是很安全啊 没有添加太多东西 有不有机我就不太清楚 哦 它在urban也在做诶 然后乳化也很干净 然后卸妆也卸得很干净 我蛮喜欢这一个的 接下来是一个 Soap & Glory的Face Up Clarity 3-in-1 它是那种可以看到剩一点点 这种淡蓝色的 胶质的感觉 然后里面有粉色的小颗粒 它是一个三合一的 洁面卸妆的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我真的不喜欢 它是 我一开始 刚喜欢上Soap & Glory的时候 就买了一个东西 用了超久了 它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 可能我本人不适合这种 几合机几合一的东西吧 我就觉得 你卸妆也 不一定是真的写的干净 然后截面也不一定是 真的清洁的干净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不适合这种几合一的东西 我还是喜欢按步骤来 所以后来就剩了这么个底 我就带出去旅游的时候 当那个 沐浴露用掉了 它是有一点点磨砂的感觉 然后也是起泡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拿它来 深藏清洁的话 我也 不觉得它会 清洁的很彻底了 所以我不算建议买这种 几合一的东西 因为你几合一的话 它就会balance掉你每一个功效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功效 都不一定做得非常好 它这个价钱也不算便宜吧 20 20来块钱的样子吧 我就觉得 不是很喜欢 但是它味道还行 它是 有一组 它是叫Superfruit Plum 梅子的味道 我觉得有一种汽水 梅子汽水那种味道吧 大概是 接下来是 另外一个Sofina的 这个应该叫 泡泡洁面吧 就是附洁面网的那一个 它是挤出来是那种 比较厚的褶梨之地 就是 有点像布丁的那种感觉 然后 用它自带那个起泡网的话 就是 一点点 大概一个大拇指 它这里有说 用量 单次用量是这么多 就大概一个大拇指后吧 超级干净 就是 泡沫非常非常的丰富 然后又 洗得很干净 这一个我已经用了 这是我用过第三个 还是第四个了吧 还蛮喜欢的 就是如果回国 Sofina有做活动的话 我都是在 Sofina的那一个 叫什么 贴猫 专卖店吧 它有活动就真的很白 而且有时候还会比 日本原价还要便宜 就很合适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个 还有一个卸妆膏 这个是 100ml 所以就算大包装 我真的是 吃着用完的 真的 不喜欢 其实它评价很高啦 我当时也是 它刚红起来的时候买 买了有两三年了吧 然后刚用完 我估计都已经过期了吧 它 怎么说呢 我可能是不喜欢这一种 就是要用 Muslim 敷的这一种 卸妆膏 我就是喜欢 正经的那种 就 用完 然后用水乳化 然后就去洗澡 这一种 次序 而且我觉得 拿它来做深层清洁的话 也不是很靠谱 而且它那个味道 真的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味道 它一开始弄出来就是一股 加了薄荷的狗皮膏药味吧 是这种 这种感觉吗 我也不知道到底 它是个什么味道 非常的刺鼻 而且你呼全脸的时候 那个味道实在是 太重了 而且它里面是那种 乳黄色 类似于蜜糖的那种质地 然后里面还要加 一颗颗的颗粒 就感觉很恶心 就涂在脸上 整一个都很恶心 而且你那个颗粒啊 它搓 它也不会消掉 就还是那么大 就感觉很 很怪 而且我加水的话 它也会变非常非常的丑 可能是我每次用都会用比较多吧 非常非常的丑 然后很难洗干净 然后就是后续你一定要赶快去 用洁面乳洗脸 不然就是整一个就很恶心的感觉 我真的不喜欢 而且我觉得市面上 就是能卸干净妆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就不需要买这一个 而且它也真的不便宜 我当时买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折扣 一百毛六十多块钱吧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值 很多卸妆膏都要比它好用 我觉得 而且你涂它一个深层清洁的效果 你去买一个深层清洁的东西就好了 很多东西你卸妆和深层清洁 加起来两样产品都没有它贵 而且使用感还要比它好 你说何必呢 是吧 肯定不会再回购这个牌子了 一个SK-II的神仙水 这个是330ml的 我之前在香港买的吧 用完了 固定消耗就是永远都会用的一个东西 不多说了 接下来 我估计这个片子会非常非常的长 因为我东西真的还挺多的 先说一个精华 这个是Lammer的Radiant Serum 其实当初我买错 它是套装里面的一个 这个是30ml的正装吧 我用了快一年吧 它是一个美白 就是亮白的精华 它使用感还蛮舒服的 就是很薄透 然后很好吸收 我都是晚上就是涂脖子和前胸这块用而已 因为我 我之前应该跟你们说过我的问题吧 就是我的脸比脖子要白一号到两号 所以我一直在致力于平衡我上下的肤色 然后它的话 我是真的觉得欧美系的美白 真的没有日系的美白好用 它真的如果不是在套装里面的话 我真的不会买它 而且还是我当初买错了的一个 它也真的不便宜 我是觉得不是很值得 然后还有他们家的两个小样 这个是什么时候送的一个旅行装版五毛 等于我合起来用了40毛的这一个 它除了质地好 我是真的没有看见太大的区别了 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想说是美白精华的话 真的还是去买日系的 有很多是马上见效的东西 比他们要这种 用了一整瓶还没看见太大区别 我是真的觉得不是很 然后还有Define的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 羊甘菊面油吧 它是主打一个镇静抗痘 舒缓之类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15毛 我用了一个冬天 然后之前就说过这个了吧 很好用 而且它的油是比较轻薄的那种 就是你上脸就会吸收掉 不会说一直糊在 一直糊在脸上那种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Define的油我每年冬天都会 都会用 用它的时候我的确是感觉 我的那个痘痘会比较少 就是生理期的时候 痘痘也会起得少 而且他们家是 就是做比较天然的主打 方疗的牌子嘛 就是 就是你每天用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长期用的话 你就会感觉 你皮肤真的会 就是比较细致 然后有看得出效果 所以Define的牌 这个牌子我还蛮 蛮推荐的 就像是比较练 感谢观看